反译词 轻 重 走路 跑步 新 旧 开始 停止 羽毛很轻 石头很重 女孩 请走路 男孩 请跑步 老师的铅笔 很新 我们的铅笔 很旧 绿灯表示 开始 红灯表示 停止 知 吃 失 知道 吃饭 时候 厚 女孩请走路,男孩请跑步。 老师的铅笔很新,我们的铅笔很旧。 新铅笔,旧铅笔。 绿灯表示开始,红灯表示停止。 标点符号很重要。 天天是王文川的好朋友。 天天想去台北学中文。 王文川说,天天可以住在她的奶奶家。 王奶奶很欢迎天天来住。 她写信问天天, 每天早饭最爱吃什么? 天天用中文写信给王奶奶。 她告诉王奶奶, 她早饭常常吃的东西。 天天写的信, 上面没有标点符号。 王奶奶收到信以后, 看了半天才看懂。 天天天到台北以后, 就住在王奶奶家。 每天早上, 王奶奶只给她喝果汁牛奶。 天天每天早上, 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叫。 她想王奶奶也许没有收到她写的信。 连线。 句号、感叹号、 顿号、 逗号。 天天去台北做什么? 王奶奶为什么写信给天天? 每天早上王奶奶给天天吃什么? 为什么? 请用每天造句。